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国民服役已经正式被恢复了 但是这个国民服役跟之前我们所认知的国民服役是大不同的 虽然还没有做出细节来 我们拭目以待他到最后会被如他所说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上个视频我有说 我是坚决反对恢复这个国民服役计划了 今天他恢复了我也感到很无奈 但是我仍然在期待着有没有如他所说 跟之前的国民服役是大不同的 在我上个视频我反对这个国民服役被恢复 我的理由是什么 我的理由首先第一 你如果要通过这个国民服役的 来鼓吹这个爱国精神还有国民团结 我直接跟你讲是多疑的 根本达不到这个目标的 这个真正的宗旨完全没有关系 他不像韩国 台湾 新加坡国民服役是真正去作品的 我们的国民服役在之前真的是好像去参加 生活赢罢了 所以就因为这三个原因那时候我是大力的 反对我就算到今天我还是反对了 所以今天这个国民服役被恢复了 他说这个时间被缩短了 以前是三个月现在变成一个月半45天 然后第二他说呢他没有像以前这么浪费钱了 以前的每年的预算是5亿 现在他说用1亿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他说现在内容也不一样了 以前的内容是那些不三不四不汤不水的那种生活营 现在是完完全全真正的军训了 你要韩国台湾新加坡式的军训 是真的现在真的是用军训了 我们听这些了 所以 至于 另外一点就是那个鼓吹爱国精神跟国民团结 这个我依然是不买他账的 我依然是觉得是不许是多来的 所以我现在我就是在等着 这个官方他说呢 这几个东西都大不同了 第一省钱 第二它是真正的军训 所以我就在拭目以待 这些东西会不会真的是有所改变 当然我到最后我还是要说一句 我还是简决反对的 只是你硬硬要恢复我也是无可奈何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呢 就算你说了 现在花的钱已经变少很多了 以前要花5亿 现在我们只需要花1亿 省了4亿 但是我还是要花1亿 1亿不是钱 1亿是钱 5亿也是钱 所以我是认为了 我们这笔钱一定要花的值得 绝对不能丢进海 所以现在既然你告诉我 这些小孩子呢 是真的是去接受薪薪的 不是像以前那种生活 赢家OK很好 这一点很好 起码我不会说你浪费钱 然后第二这笔钱呢 必须要物有所值 要花到物有所值 怎样说物有所值呢 OK 我希望啊 这些学员啊 他们呢 只要进入了这个国民服役 成为了学员 四十五天毕业过后呢 他们将成为了政府 这个国防部的正规的这个 自愿兵 就是预备兵 OK 就是呢 好像新加坡这样 新加坡是全民皆兵 任何一个男性 他们虽然是平时在做着什么工什么工的 但是呢 只要国家打仗的话 随时可以进入队伍 拿枪去打仗的那种 OK So 我们这些学员呢 四十五天毕业出来了过后呢 他们的身份呢 不一样了 他们多一个身份 就是马来西亚的预备兵 就是呢 马来西亚真的是有需要用到兵的时候 他们随时随地要回营做预备兵 OK 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四十五天过后 你就拜拜 沙尔娜啦 以后我们再也不见了 不是这样啊 OK 他们必须要从此成为真正的 瓦丹尼亚真正的这个预备兵 OK 然后呢 既然我们有了预备兵过后呢 像我们原有的那些 正在服役的那些 正规军人呢 的人数呢 就可以稍微减少了 我比如说了 如果说 一个正规军等于十个预备兵的话啦 当然你不可能一个正规军等于一个预备兵啊 一个正规军呢 可以等于十个预备兵的话 这样呢 我如果增加了一万个预备兵的话 这样我的正规军就可以少了一千人吧 大概以此类推 我都说我们的钱要花的值得嘛 就是我们这边把钱拿去增加我们的预备兵了 如果像我们的正规军那边就要稍微的削减一下咯 当然不是叫你裁员啦 就可能呢 你增兵的时候 增心兵的时候就不用增这样多 你可以少增一千个啊 大概以此类推 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们的钱要花到值得 我们这边丢钱下去 我们那边一定要省钱 没有第二个方法的了啊 没有的跟你妥协的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此 既然我们多了这些预备兵的话 我们的正规军就要相对的减少啊 所以呢 我们有了这个公民服役 我们必须要为这些参加的学员们增加多一个身份 他们是一杯兵 他们随时可以拿枪上去战场打仗的那种 当然45天你可以说太少 你可以定一个时间 OK 跟他们说每一年你们要回来一个礼拜这样 你们自己选时间啊 然后呢 你们回来我们是可以给津贴的那种 给你工钱的那种 大概是这样形式 类似新加坡啦 其实我讲的也是新加坡的形式啊 OK 好 所以我主要的概念就是 参加的学员自动加一个预备兵的身份 然后呢 相对的这个正规军的人数就可以稍微的减一点 我们的钱要花的值得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第二 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说嘛 这个必须是正规军的这个军训嘛 OK 我们拭目以待 不要告诉我去里面啊 又是玩那种Campfire啊 生活营之类的 是真正的是拿枪拿针子弹的那种啊 OK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国民服役 我还是可以稍微的认同 虽然我到最后我还是坚决的认为最好完全什么都不要是最好啊 但是你们硬要回复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希望可以朝一个正确的方法 起码你这一个国民服役做到跟新加坡有七八十八千下个话 我相信没有人敢讲话 没有人敢批评啊 新加坡已经是一个标准在那边了 你做到他七八十八千我们不敢批评啊 但是你如果做出来一个东西是人家连十八千都没有的话啊 我当然是论到你傻啦啊 OK 好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